嗨,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啾啾的频道 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啊 发炎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对中老年的朋友 因为发炎不仅是对身体伤害或者是感染的自然反应 那长期发炎呢,就可能导致 像是各种慢性病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严重的可能会有癌症 那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其实会带来一些大的改变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聊 怎么透过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调整 来有效减轻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 在我们的饮食中呢,某些食物含有强大的抗发炎成分 对于维持健康至关的重要 首先我们来看看抗氧化剂和Omega-3脂肪酸 根据美国营养学期刊它的研究 抗氧化剂丰富的饮食像是蓝莓、樱桃 它们都能够显著降低发炎标志的水平 那Omega脂肪酸呢,说到它呢 它是一种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 它对于对抗发炎特别的有效 Omega-3可以减少血液中的发炎物质 预防慢性疾病,像是心脏病 那哪里有这个Omega脂肪酸呢 像沙丁鱼啊、鲑鱼啊、亚麻子 都是Omega-3的极佳来源 那坚果也是抗发炎的好选择 像是杏仁还有核桃 它们不仅含有丰富的Omega-3 还有维生素E以及纤维 这些成分都有助于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 好,我们刚刚了解到哪些食物可以减少发炎 那同样重要就是试别那些可能会促进发炎的食物 首先就是高糖饮食 因为高糖饮食是一个主要的触发炎因素 根据2020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 它有10万多人参加的一个大型研究 参与者年龄在18岁以上平均是40.8岁 平均随访了5.9年 通过饮食的记录大家吃糖的情况 那总糖摄入量跟比较高的肿癌症风险 其实是相关的 尤其是乳腺癌 而且过量的糖分摄取会增加我们的身体 发炎标志物的水平 这个跟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也是有关系的 其次过量的反式脂肪酸常见于一些 比如说部分的烘焙食物 还有加工食物里面也被证实了会增加身体的发炎反应 研究证明了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发炎 还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伤害 最后就是红肉还有加工肉类也尽量是不要 像是热狗培根也是触发炎的常见食品的来源 这些食物含有高水平的饱和脂肪酸和特定的添加剂 可能会加剧发炎以及某些慢性疾病的风险 在我们讲到饮食调整之后呢 我们就来讨论适合中老年人的体能活动 运动在控制体重和减少发炎方面 其实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规律的运动不仅可以改善我们的新陈代谢的健康 还可以减轻慢性发炎 这对于各种预防还有管理各种慢性病是非常重要的 加州大学圣地雅各分校的科学家教授Dr. Suki Hong 他说我们的研究发现 每天一次大约20分钟的中度跑步机的运动 可以让受制者体内产生肿瘤坏死因子 也就是TNF的免疫细胞数量减少到5% 哇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数据 对于中老年来说其实低强度但是持续的运动 其实是有为受益的 那还有提到散步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它不仅是可以增强心肺的功能 还可以提高关节的灵活性 所以规律的散步可以减少膝关节还有腰部的疼痛 另外呢我个人还是蛮推荐的打坐跟太极 也是很适合中老年的绝佳选择 这些运动结合了身体的动作呼吸控制以及冥想 可以帮助减压以及增强肌肉的力量 我采访过一位他是哈佛医学院心理学助理教授 同时也是麻省总院精神病学副研究员Dr. Lazar 他说通过研究发现 打坐可以改变大脑的生理结构 而且有数百项的研究都表明 打坐对于减轻压力还有焦虑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可以减少抑郁以及疼痛 那尽管呢实际并没有改变身体疼痛的本身 但是打坐改变了人们应对疼痛的能力 使人呢更加快乐和放松 也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 其实很多东西方的研究也都发现 心理健康对于整体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减少发炎方面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 根据您的能力还有健康状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尽量保持它的规律性 很多人会说哎呀这样真的很难做到 我有时候三天赌鱼 两天就晒网了 可是我们可以来定下 设立一个合理的运动目标 首先第一个就是从个人的健康状况出发 评估我们的健康状况 如果有任何慢性病或者运动限制的话呢 您可以先咨询医生的建议 然后第二个就是设定可达成的目标 比如说我们每天至少20到30分轻到中等强度的运动 那这可以分成几段 像是每次10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很简单吧 那第三个就是逐步的增加运动量 一旦适应了初始的这个运动量呢 可以逐步的增加运动的时间或强度 比如说本来我们就只有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可以做15分钟 慢慢的增强 那另外一个非常简易的椅子运动 我记得我们过去在采访医生 他有告诉大家 椅子运动很适合行动不便的人 坐在椅子上进行的腿部提升啊 或手臂旋转啊 等等这些运动都是非常简单的 好我们再来说到 维持一个正向乐观的心态 对于健康其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为很多研究都表明 乐观的人往往有更好的心理 还有生理状况 因为乐观的态度呢 跟我们的健康 像什么健康 心脏健康 就有显著的正面相关 而且可以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 要养成正向的心态 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 有四个小点 第一个就是写日记 没错 你抽出一些时间来写写日记 记录下你的感激啊 或者美好的moment啊 或者怎么样达成一个小目标 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来确认我们生活中的积极方面 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情 还有自我的感受 好的那第二个呢 就是跟一些好朋友相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社交活动对于维持我们正面心态是很重要的 您可以定期跟朋友啊 或家人啊 见见面或通个电话聊聊视讯 可以增加我们彼此感情的支持联络 并且呢提供一些情感上的满足感 还有归属感 第三个呢就要积极的思维训练 尝试转变我们消极的想法 当面对困难的时候 试着从中找到学习跟成长的机会 而不是看到障碍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四个 参与有意义的活动 这个很重要 很多医生都建议哦 从事你热爱的活动 无论你是你的爱好啊 或者Varentier啊 志工啊 或者其他有意义的事啊 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和生活的满意度 通过这些简单但有效的方法 可以逐渐的建立和加强一个正面乐观的心态 记住一件事情 乐观不是意味着忽视困难 而是选择积极的角度来面对生活的挑战 九九经常有时候也是会面对很多困难 很多挑战 但是一定要转念 当我转念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好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它还是困难还是存在的 但是我比较有这个能力 我比较有智慧来去面对它 好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 今天我们探索了很多抗发炎生活方面的多个方面 首先我们了解到饮食在减少发炎中的重要性 包括选择富含抗氧化剂 Omega3脂肪酸的食物 避免高糖还有加工食品 那我们讨论的是和周老年的运动 散步 打坐 这些运动都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 也可以减轻发炎 那此外呢 我们强调了心理健康的重要 包括减压的技巧 冥想 还有养成正向的心态的方法 比如说写日记 还有跟人互动 这些都是维持健康生活的方式 减少发炎的重要组成成分 其实记住一件事情 改变不需要一处而就 小小的改变 一点点的改变 都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 好的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对您有帮助 请帮助传播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